突然一聲 超大聲 我整隻眼睛都白了 我以為是死了 她是坐三個位置 中間的位置 我只是在那個女人前面 正前面 那次玩電話 我鏡頭不知什麼 我看到她的袋子裡 袋子爆開了 袋子有一個綠色的暖水壺 穿了衣服 她的旁邊的人 我沒有記錯 一爆就立刻轉身 不斷推就不斷推 有很多粗口 不斷推過 不斷推到很亂的情況 我最初都很害怕 這個會不會是炸彈爆 我正在想 但看一看 整個鎖都是堅持的 就在那個暖水壺的洞裡噴出來的 星期三下午 是金鐘上車的歐先生 去到油麻地就馬上下車 有乘客也按緊急按鈕通知港鐵的職員 不過港鐵回覆就說 當時車長透過對港機問什麼事 但就沒有乘客回覆 所以去到油麻地之後 就有月台的職員了解 不過車廂沒有異樣 列車就繼續行 之後才知道 有物品發出聲響見無煙 最終去到深水堡站 就安排了500個乘客下車 攝氏的列車就回到荃灣車廠檢查 舊式的保暖壺 就用玻璃內膽來隔熱保溫 一般的情況之下 都不會有爆裂的 有專家就估計 今次的女乘客戴的保暖壺 是因為受到行車搖晃等等影響 搞到內膽突然爆裂 而白煙相信是 內膽爆裂之後的水銀粉屋 都會出來的 爆片爆上 前三有獎啊 爆片小貼士 拍片的時候 盡量保持穩定 走近一點 必要時才zoom in 那就不會錯過重點了